面對藍營的炮火 綠營提出反駁 針對小營總統執政2000天以來 九大政策的具體主張拿出數據回應 在79項的工作項目中 目前已經完成57項 占全部的72.2% 並非藍營所說政策和法案達成率僅有23% 認為藍營的數據明顯與事實不符 包括土海法 當然秘書長行政院這邊的說法是說 會採取分流立法 但是我們也接受這樣的說法 但是我們也必須要看到 這些法令的一個逐步推出 土海法及自治法攸關原住民族社會發展 園民會也出面回應 使用分流立法策略 全案總計有27條 目前已經完成9條的立法作業 正在進行立法作業的有18條 另外也強調 目前已經完成的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 並明定原住民族語言為國家語言 這正式在馬英九總統任內提出 推動8年卻遲遲無法完成 但在小英總統上任一年就迅速立法通過 馬政府執政8年對這步法毫無進展 經過蔡政府以分流立法策略 已經完成立法作業有9條 立法中的有18條 也就是說原草案的39條條文中 已經完成立法以及立法中的條文有27條 原民會進一步拿出數據表示在105年版本的 塗海法草案已達到8成 除此之外在自製的路上也有一定程度的成果 目前已經完成一萬兩千一百六十七公頃的 原住民保留地全力回復作業 我們也修正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三十七條 取消五年等待期的規定 也因此能完成 繼一萬兩千一百多公頃的原住民保留地全力回復作業 給我們主人取得原住民保留地的所有錢 我們也修正原住民保留地進法補償條例 因此一百零九年底我們補償的面積有六萬多公頃 政策的推動不是一蹴可擊 因此就由立委就建議 每次推動會議的資訊和內容 應公布在行政院官網上 讓族人明確掌握執政黨推動法令的進程 才是顯見蔡政府對於原住民族扶植的重視和決心 原始新聞 格亮一過 立法院新北市採訪報導